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假的日子 二三十年来打假的日子就是三月十五号 结果在今天把薄熙来这件事情拿出来 您说天下这事别提多有意思 BVC有篇文章 它讲述的或者说它记述的是国内网民在自己微博上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非常有趣 文章的题目是这么说的 薄熙来被免职中国网民微博热议 上来他先引述了丘利本 他是亚洲周刊的总编 他说薄熙来不许回重庆 要在北京交代 很可能被用陈良宇的模式处理 另外一个人叫做韩福林 他说张德江的前任是薄熙来 这是指重庆市委书记 而薄熙来的前任是汪洋 汪洋当时是重庆市委书记 而汪洋的前任是张德江 当时张德江是广东省委书记 他说太乱了 太乱了 简直绕晕了 我看这个消息就感觉一群当官的为了自己的仕途在玩 玩谁呢 玩咱老百姓 也玩他们自个儿 老百姓看的是争权夺利 您让我看的就是这个体制的恶劣性 老百姓你今天不能够摆脱这个体制 就永远在这群当官的你死我活的玩耍当中被蹂躏 胡子威张斌他前任太太 2008年出的名 说实话确实是个才女 我看了他这段评述 我觉得确实不容易 非常值得看 胡子威针对这件事情这么说的 这则消息说明了 昨天总理发言的其他部分的分量需要重新评估 不只是人之将走 其言也善 听听罢了 那么简单了 什么意思呢 温家宝最后料听说这话 第二天出的这事对应起来 温家宝那三个小时回答记者的问题 其他的问题也值得大家扎么扎么 琢磨琢磨 温家宝豁出去了 他一定要再告诉大家伙什么内部消息 第二条文革的阴影 斩退半步 也就是说表面上薄熙来的这种所谓回归文革的做法被干掉了 但是并不是说整个这种整人的做法在中国大陆没有了 第三条 今天消息中没有留下另有任用的小尾巴 说明起码反倒未完 所以在他看来 这件事情没完 刚刚大幕拉开 第四条 相信王护士长在调查中有重大吐槽 否则不这么快 也就是他指王立军了 在整个被调查的过程中肯定说了很多 那作为薄熙来来讲已经无力翻版了 第五条 估计重庆卫视又有广告要播了 为同行欣慰 嘲笑重庆卫视 重庆曾经被薄熙来完全控制 其实他说到这儿 我就想起另外一个人 重庆市长黄岐帆 您说他怎么办 另外一个人叫做法学人石国立的 他在自己微博上说 中国的政治始终都是这样的 密不透风又轰动全国 密不透风才能轰动全国 老百姓知道的时候事情已经出了 而且是爆炸式的 这就是独裁体制的特点 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就经历了一场变革 作为中国主人的人民 却什么都不知道 你说斗根不斗根 确实够斗根的 还有一个人叫做百姓纵横 他评述是这么讲的 重庆模式会很快淡去 但为什么唱红唱遍了大国南北 连我们陕西偏远的小县城 遗传党校都整天唱高歌呢 这背后是什么体制在推波助澜呢 如果说薄熙来有错 那么这个体制才是罪魁祸首 难道不是投其所好吗 走了一个还会有十个 老百姓不会思考 怎么想就怎么说 老百姓不会思考 说的是大实话 所以这老百姓看到的是真正体制的问题 陕西黄土高原的一个小村庄的党校里头 也在唱红 这就是最关键的问题 这样关键的问题是这个体制造成的 所以我们看看老百姓的分析 看看这些微博的说法 就可以明确说 今天胡锦涛 温家宝 习近平如果联手在一起 把这件事情持续走下去 把整个的根儿挖掉 那才是老百姓的福祉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Anh 第一个月 page